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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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欢迎来到 Lulu 妈咪厨房 今天Lulu要教大家 来做寿司减肥 这道菜呢除了会让你越吃越瘦 高纤维 低脂肪 低热量 再来最重要呢 要是你有些女性朋友来你家的话 你做这道菜做起来很漂亮 白盘很漂亮 大家吃得很开心 而且会觉得 喔真的Lulu好像很会做菜一样 那今天吃寿司呢 一定要有海苔基本的材料嘛 那再来呢你要很多的蔬菜 那任何蔬菜其实都可以 只要你切成根状长形 match stick 形状了就可以使用 那我教大家怎么把蔬菜切成这个样子 第一个我要用的机器呢叫做Mandleman 这个很方便喔 我超喜欢这个机器 其实它是可以帮你刷丝 刷成长长的 那用法很简单呢 其实你就这样 刷下来 看就会刷出这样长长的形状 那真的没有的话 其实你也可以用刀子自己切啦 那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little tool 但是我在这里 那再来我要教你怎么把这个红茄甜椒呢 切成长形状 甜椒形状长得很奇怪 所以很难处理 其实很简单喔 你只要把头跟尾去开 中间去条线打开之后呢 再慢慢慢慢的把它这样 稍微把肥肉切开 之后呢 切成一半 那这甜椒其实一样价值很高喔 它除了有很高的维生素A啊 维生素C啊 而且呢 有防癌 有维生素E呢 可以抗那个 自由分子 可以比较健康 所以我们现在有这个红色的红椒甜椒 那当然你也可以用青椒 那我喜欢用甜椒 是因为颜色比较不一样 比较漂亮 那再来呢 现在我们就要把这个寿司来卷寿司 我今天的茶调还有一个就是 Organic Spring Mix 其实就是 我在超市市场买的 Baby Lettuce Mix 其实它是有机的蔬菜混合 然后把这个放上来 然后 再来呢 我们再放 长长的 芹菜 大芹菜 然后一点点的 红萝卜 其实比较漂亮 然后再一点点的青椒 然后再一点点的青椒 摆起来 再来呢 我还有自己种那个豆芽 其实豆芽种起来很好 而且 豆芽呢 其实是营养价值最高的一种蔬菜 就是 当它发芽的时候 营养价值很高 然后我平常是种在这个JAR里面 改天有机会教大家怎么种这豆芽菜 好 然后还有五笋 阿斯巴拉格 把它切开 这其实是一个肥肥的一片 然后再来呢 这是味噌 这是有机味噌 我把这味噌 黏在最底 除了可以提味之外呢 而且最重要的 其实它又可以帮忙黏起来 那假如没有的话 其实你可以用水 使用 好 现在卷寿司呢 就把这样慢慢的卷起来 那卷寿司的秘诀呢 其实没有什么秘诀 就稍微把它压紧一点点 然后之后把它 卷起来 寿司卷就完成了 然后 卷开之后呢 最重要当然是要把它切开啦 最重要当然是要把它切开啦 切开之后 然后 摆在盘子上面 摆在盘子上面 然后吃这个当然要有点点酱油 姜菜 跟芥末 欸 好吃的 寿司料理 就完成了 细事说看 Lulu妈咪厨房 不要忘记哦 Lulu要教大家如何 越吃越瘦 越吃越美丽 我们下次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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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感谢观看